总一名前里长跟李明发生金钱纠纷 当时里内一名妇人患有失智症 要住进安养中心 妇人的妹妹就汇款了127万 委托里长代为缴纳安养的费用 但事后却还是收到缴款通知 一查才发现户头内的钱已经被领空 房子也过户他人让他气得提高 对此前里长解释 当时正在积压才无法如期缴款 并没有侵占的行为 但移转房产挪威自用仍被判刑 民宅外贴满通知单 已经许久没人居住 却没想到这间房屋竟让钱里长 以及李明出现金钱纠纷 还闹上法庭 听闻消息都相当愤慨 原来104年杨姓前里长的辖区内 有一名苏姓妇人患有失智症 要住进安养中心 她的妹妹被汇款127万 当作安养费用 委托阳姓前里长代为缴纳 若钱不够可在已屋养老 却没想到接获消息 没缴钱 一查后发现姐姐户头被领空 房屋也过户到里长妻子名下 提高处理后前里长见识 当时因为被羁压 无法如期缴款 并没有将钱放进自己口袋 也愿意赔偿350万元 并跟对方达成和解 被告是委托的已经一年多两年了 当初在法院上都有提供授权书 我这边的部分就是也要检讨自己 根据了解当时前里长生意失败 在外急欠一两千万债务 再加上信用破产 为了还钱才会移转房产 用来向银行担保借款 尽管已经和解 仍出犯伪造文书罪 共同犯伪造行使私人书罪 足有其同行一年 犯罪所得250万元没收 前里长妻子则判刑六个月 换刑三年全案可上诉 只是前里长行相热心 如今卷入金钱纠纷 也让李明难以置信 记者高雄正好报道